0403大地震后 新北市场侯友宜多次前往第一线 查看灾损状况 直接新北环状线轨道严重贵疑 如今却爆出修缮经费 从4.5亿元增加至14.4亿元 一口气暴增的10亿元费用 通通要由新北市民来买单 那现在还在调查 你让原来的厂商 他赚了137亿 修复还让他赚4.5亿 但是后面怎么增加到19亿 19亿元跟10.2亿元 这两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签公文的 为什么当时评估是这样子 后来就增加了哪些项目 那政治签了以后会补送上来 收市一切都符合标准 但是议员指控 当初施工的中华工程 不只不必履行保固修缮责任 新北市府还以紧急采购追加预算 为了厘清状况跟捷运局要资料 19亿经费居然只有三行字说明 是否何时又怎么跟中华工签订 修缮契约 部分它确实在保固的实现内 确实 但是这个到底是地震 还是施工造成 还是设计监造问题 交混杂在一起 很难移清 我们大家都要共识 就是赶快把它通车 这是大家有共识 可是在这中间 因为刚刚有讲到 不管是你紧急采购 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从4亿多加造19亿 新北捷运局指出在4月8日会议记录 认为环状线在保固期 应由台北捷运局与中共负责 为何现在态度大转变 医院质疑前后花了这么多功夫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工 出来是谁的责任 这是大家所共同的结责 包括台北市 包括我们新北市 大家共同开 新北市府端出超过14亿元 要来修复 但何时环状线才能通行 市府号称年底修复完工的约定 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明知新闻中的报道